大家好 欢迎您观看韩媒视角 我是韩媒 今天是2020年12月16日星期三 我这个视频呢 想跟大家聊一下呢 关于孟晚舟这个礼拜开庭的情况 这个礼拜呢 孟晚舟这个案件再次开庭 对最后的一批证人进行了听证 那第一个作证的证人呢 他是加拿大皇家骑警 的一个非公务人员 他的名字呢 叫Jason Allen 他是加拿大皇家骑警 网络安全和数码服务部门的 网络安全分析员 他专门负责监督维护RCMP 邮件系统的安全性 那根据他的作证呢 在孟晚舟这个案件期间呀 他接受到了他上司的要求 他就对RCMP的Email系统进行了搜索 他的上级呢 要求他搜索就是这个案件的一个牵扯的警员 他叫张本 之前呢 我们在视频当中提到过他 他是一个关键性的人物 他是一个华人叫张本 那之前呢 由警员作证的时候呢 就说张本曾经要求逮捕孟晚舟的那个警员呢 要求他把孟晚舟的电子设备的密码 以及序列号交给这个张本 以便张本呢 交给FBI的人员 但是呢 因为张本已经退休 并且呢 张本拒绝出庭作证 而且呢 张本退休之后 RCMP的邮件系统就把他的Email的账号 以及他的所有的Email都从这个系统清除 所以呢 就给取证造成了很大的麻烦 但是呢 本周就是我刚才所说的这种网络安全分析员呢 他出庭作证 他说呢 是由他的上司吩咐之下 他搜索了整个的他们的Email系统 经过他搜索呢 就发现这个张本 在2018年的12月1日到2019年的10月7日期间 这也就是呢 他搜索的当日 他搜索的时候呢 就是2019年的10月7日 所以呢 就从孟晚舟被捕的当天 一直到他搜索的当天 这期间呢 这个张本呢 一共向RCMP以外 发送了是116封邮件 那他最后一封邮件呢 是在2019年的6月发出的 为什么最后是6月呢 因为7月份的时候呢 这个张本就退休了 那根据他这个搜索呢 就发现 这个张本呢 有给美国的FBI发送邮件 并且呢 他还在RCMP的内部曾经讨论过 FBI呢 要求他提供孟晚舟的电子设备的密码 以及序列号 这样看来呢 张本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 是他和美国的FBI进行联系的 所以张本是非常重要的 现在呢 张本于2019年7月份退休 我们现在不知道他为什么退休 我在以前的视频里面就曾经提出过这样的质疑 他到底是原来就计划好的 他这会儿退休是因为年龄到了要退休吗 还是突然发生的一件事情呢 那除了这个皇家骑警的这位网络分析员他作证以外 另外呢 还有三位CBSA的官员呢 也作证 这三位CBSA的官员呢 他们分别是 运营总监张琳德 太平洋区域总监麦克维卡 温哥华机场的最高主管 叫哥德曼 他们三个人呢 在孟晚舟被捕之前 他们三个人呢 曾经开会研究如何完成这项任务 麦克维卡呢 他就作证 就是说 麦克维卡呢 他在当天的会议上呢 他就提出来说 对孟晚舟的这个讯问呢 对他的问话 不要做笔录 然后他的下属 郭德曼也证明了 当时呢 是这个麦克维卡 因为是他的上级嘛 要求这个郭德曼 他们不要做笔录 因为你要是做的笔录的话呢 加拿大有一个资讯自由法 任何一个人都可以查询 这个资讯自由法之下的这些信息 如果你做笔录的话呢 人们就可以查询这个信息 所以呢 他就提出来说 不要做笔录 但是呢 他们并不承认说 不要做笔录的目的是回避公众隐瞒事实 而只是简单的说 就是不想让这个资讯自由法能够查到 好 我刚才说了 这就是孟晚舟的这个案件的最后一批的证人作证 那下一次开庭呢 会在下个礼拜三的时候 下一个开庭呢 是一个管理性的会议 那个会议呢 就不会牵扯到对事实的审理 而只是呢 商量后面做什么样的安排 那下面呢 我就想说一下 根据呢 加上这个礼拜一共有四个礼拜的这个开庭证人作证 那我们就知道呢 孟晚舟这边想达到的一个目的呢 就是想证明美国的FBI和加拿大的警方或者编定局 是互相之间勾结在一起的 目的呢 就是非法获得孟晚舟的信息 还有呢 在FBI背后操纵的情况下呢 RCMP和CBSA 也就是加拿大的皇家骑警和加拿大的边境局 这两家是合起来来捏鼓这个孟晚舟的这个事情 他们就计划好了如何从孟晚舟的身上得到美国FBI所需要的信息 事实上呢 他们也得到了他们所需要的信息 是通过张本就传给了这个FBI 因为张本退休 他的email的全部销毁 现在呢 就没有直接的证据张本是在什么时候如何传给美国的FBI的 所以呢 这张本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性的人物 因为他是一个华人嘛 他从加拿大的RCMP退休之后呢 他就去了澳门 现在据报道呢 这个张本现在在澳门的一个赌场 这个呢 我觉得如果属实的话 我认为是说明一定的问题的 加拿大的警察挣钱不少 退休以后呢 退休金也比较可观 就是说如果他没有到退休年龄的话 他不应该舍弃这样一份收入不错 工作清闲的 这么一个皇家骑警警察的工作 如果他已经到了年龄了 他也用不着 拿着加拿大做一个自身皇家骑警的 这么一个退休警官的退休金 而到澳门 我认为这都说不过去 我猜测很有可能 他并没有到退休年龄 他有可能不是一个很自身的警员 他挣钱不多 他不当着警察以后呢 他没有退休金拿 他仍然是需要一份工作 来挣一份钱 来养活他自己 也没准还包括他的家人 不知道为什么他能去了澳门 但是呢 他现在身在澳门 我认为这是一个时机 我认为中国政府呢 应该采取一点行动 因为呢 由于这个张本的参与 已经给中国公民孟晚舟 造成了严重的人身伤害 中国呢 应该保护自己的公民 当自己的公民受到人身伤害的时候呢 对于参与其中的一个重要人物张本 应该可以对他进行起诉 控告 一个国家应该有这样的法律 来保护自己国家的公民 但是呢 中国也没准没有这样的法律 如果中国没有这样的法律的话 我认为全国人大可以紧急制定一个法律 而且呢 如果按照中国的法律 对像这样的一个案件 如果没有管辖权的话 也应该补充立法 加入一个成币管辖 就跟美国的一样 成币管辖 而且呢 根据我的了解 中国大陆呢 在香港和澳门 是没有权利来抓捕的 但是呢 这是现有的法律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土 怎么可以有人侵犯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权问题 还没有权利抓捕 这是一个非常不合理的现象 如果以前没有这个法律的话 我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 应该制定法律 补上这个漏洞 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漏洞 你怎么可以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 对侵犯自己主权的一些案件 束手无策呢 在自己的土地上 中国不要太顾虑这个世界上 其他的国家说三道四 你看澳大利亚 他们的州跟其他的国家 签订了一些协议 他为了废除 他就制定一个法律 制定完法律以后呢 说我这个州就可以把你那些都否了 他们就是为了针对中国 我强烈建议中国的全国人大 尽快立法 所有的法律漏洞 都尽快立法给他堵上 你作为一个国家来说 对于涉及到自己主权方面的问题 对于涉及到自己的公民 人身权利方面得不到保障 这都是法律漏洞 都应该立法给他堵上 名正言顺的 不要怕其他的国家 就一定要合法 你知道吗 这个法律一定要站得住脚 千万不要去搞什么嫖娼啊之类的 都成为笑话了 不要搞那些 好 我这个视频呢 就跟您说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